中越战争中 中越南对手,结果可想而知他们的下场,我军仅用二十几天的时间,就把他们打敌服服帖帖。随后我们的大部队撤出,越军不服气,想要报复,经常在我国边境闹事,于是我军就留下一部分力量,与他们继续作战,没想到,这一战竟持续了十年。 大家都知道在战争爆发前后,越南政府就对越南人民灌输反华思想,慢慢的他们就对解放军产生不信任,甚至是敌对情绪。 在越南的大四股洞下,战争后期越南甚至达到了全民皆兵,男女老少纷纷加入战场,解放军对待老百姓都是比较仁慈的。 然而,往往是这些普通的老百姓,对我军伤害最大,为了防止再出现这样的伤亡,我军决定只要抓到这三种人,必要时,就立即枪毙。 第一种人就是国家的叛徒,这种人是最不能容忍的,他们意志不坚定,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我军情报,残害自己的同胞,一旦抓到卖国贼就立即枪毙。 第二种人就是越南的特工,他们往往比普通战士厉害很多,凭借着自己力量窃取我军情报,经常偷袭我军,对我军造成非常大的伤害,而且手段也极其残忍,这些人抓到之后也必须枪毙。 最后一类人就是越南普通的农夫,他们看上去非常柔弱,手无腹肌之力,但是,他们对于我军战士的伤害,完全超出一名真正的士兵,他们就利用我军战士的仁慈来杀害他们。 抓到这类人也一定要枪毙,毕竟,在战场上对敌人的仁慈,就是对自己的伤害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